小诗 你还换衣服吗 不换了吗 待会儿帮我搞一下那头发 那车有个小瓶 给你买了一大瓶的等等 不用给我 我拿给你 小诗 小诗 给 小诗 放在那吧 天 我如果碰完不吹可以吗 最好是吹 让它快速干 然后就会让你的头发更蓬松 不容易塌 吹 吹 吹发根 好 这边 你头发两个 头的两个额角 这块也要吹起来 这个位置 两个额角 最外扩的地方 也要吹起来 这样会精神一点 好看 下次知道了 这个还是面高放多了 但是还剩那么多面 那怎么办呢 炒面吧 炒面吧 那也太多了吧 因为没酱 我跟你说 我跟你不一样 我就直接 我没看到别人 感受到了今天 感受到了 是吧 就直接点 有的时候自我一点 可能 没有那么坏吧 但是有的时候 就把放下自我 用心去感受 我在Q我自己 这是他昨天他朋友跟我说的 很受用 但是我一直没想明白这件事 我还在想 所以说还在学习 我觉得直接一点吧 降低一些时间成本 嗯 嗯 你的主要是 不知道你来不及了 不主动你来不及了 来不及 嗯 为什么总撇嘴 不知道 开心的时候也撇 习惯 习惯 嘴角 嗯 特别好 我特别喜欢这一点 这样我能判断你的 开心还是不开心 你的判断 撇的方式不一样 方式不一样 这我 还在观察中 还在学习 像一本书 你身上有很多使用手册 这是你的使用手册 张晓诗使用手册 奇奇怪怪 这 奇奇怪怪 那我换个名字 如何阅读张晓诗 这个可以 有一本书你知道吗 叫如何阅读一本书 这本特别棒的书 江辉你怎么读书 怎么读书 那你呢 我 怎么读你 不需要 不需要 我 抛开给你看 你知道我 你知道我 怎么描述我的理想型的吗 成熟稳重之中 又带着一点点的 幽默风趣 然后同时呢 又能跟你聊很多东西 最好呢 家庭观念重一点 是吗 猜对了吗 差点有点多呀 啊 不可能吧 你来想想 不是这样吗 成熟稳重 不是啊 不是啊 嗯 我给你描述一下 啊 那你说 我跟他描述的是 一棵树 然后这棵树是在 田野上 它还蛮高大的 阳光撒上去 它的叶子很繁茂 生机勃勃的样子 很有生命力 但这棵树的树干 会有一些伤痕 如果你不仔细看的话 可能你就看不到 这棵树上 可能还挂着一个气球 这是她和 丰 商量的时候说 我要把那个小女孩的 气球给她吹走 挂到我的树梢上 然后 这个树 我其实可能 图经过它很多次 但是 没有看见过它 阳光明媚的时候在下面遮阳 下雨的时候在下面躲雨 嗯 直到有一次 天气 非常好的一天 天空没有 云彩 云彩 很蓝 蓝 然后草很绿 但是在那里看到了这棵树 是的 还有一个气球 它就呆呆地站在那儿 这是我当时描述的 有画面啊 但是刚刚我回想这个画面的时候 那个画面 开始变化 怎么说 很奇妙 变成什么了 我跟你说 哎 你们在干嘛呢 谈恋爱呢 我刚才还教我一个麻婆豆腐 这个就是麻婆豆腐 你尝一下是不是 我尝一下 写信吧 潘潘 到 帮我一个麻婆 帮我搞一下 这个是 给你买的笔 看了你的字 就觉得应该用钢笔 真的吗 对的 你写 你写一下你的名字 干什么 我呢 昨晚我要写信了 那谢谢你了 那我上去等你哦 不要写我是猪翁 要你管 看了 发现了 这种时候会很触动的 有点想哭啊 就真的就很粗啊 我有点特别粗哎 这个 是不是啊 是 是 把 了 我 还是 绝对 就真的受不了 我也想哭 烦死了 是不是这能受得了吗 这个 在整理完一段感情之后 回来发现有另一个人在等着自己 这种感觉是非常幸福和安稳 对 你走了呀 你回来了 你怎么在这儿睡 等你回来了 等待 等待 咱们的灾热 把灾热的灾热 这不是灭门吗脸上 灭门都干了 这种等待太煎熬 因为他们两个当中有 你把你一般哭一般说 有太多过程你知道 你回来了 冷不冷 头吧 那我呢 赶紧睡觉吧 回来了 嗯